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大家好 今天是12月4日 是2月5日 今天的市场应该有点压力 因为是周末的关系 我们首先看看外围的大型势 外围大型势就是 第一 特朗普始终是 这张中芯和中海油 又列入不准投资的名单 第二件事就是 辉瑞说 他的疫苗供应 是没有那么多 因为运输的问题 这张是中芯国际和中海油 在这里 你加他进去做 这个所谓的 是 军工股的名单 而加以制裁 这个是 预阻的了 其实 我们有一件事 是很要看的就是 中芯国际 在基本一开始 设立公司的事情之中 那个股权架构 就已经是知道了 不能够找中国佬做事的 而是要怎样呢 就是将这个中芯国际里面 是延引了很多国际的投资者 特别是美资 台资 韩资 起这点就想是避开了 这个所谓是由中国政府控制的这一件事 不过特朗普说要是这样做 那就这样做 那将会怎样做呢 没有问题的 很简单 很简单 假如我告诉大家 现在这一只北京田鸭 是20元一只 那你买不买来吃呢 你美国佬不买来吃 就算鬼数了 那有其他欧洲的 有其他亚洲的 有其他等等的人 可以去买来吃 所以最主要做的就是 被制裁的公司 一定要自己是争气 做出好的产品 我就有盈利 如果我能够日日赚100亿的话 你不来咯 没问题的 是不是 最好了 我留给我们中国佬自己赚回它 第二件事一定要考虑到的就是 美国很多基金 特别是退休基金 它将会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美国的企业 的盈利能力不计 很多时候 派息是不计 你只靠股价上升 一日升一元 十年了 你升到去爆煲 你怎样可以派到 这个所谓的 退休金 给回美国股民呢 所以在这点里面 很简单 不要紧要 一定要自己做好 那就行了 中芯国际有没有机会做好呢 绝对有 因为它霸住了一个是 全球最大的 未来用芯片的市场 这个不要紧要 我们不需要做7纳米 5纳米 我经常都说中芯国际 最主要做的一件事是如何呢 就是吃着一件28纳米 看着就夹着一件7纳米 才看着一件3纳米5纳米 因为在中国里面 28纳米以至36毫米 都是有很大的市场 北斗卫星是用28纳米的 所以我以前也说 一个是卖白粥 一个是卖鱼翅 不介意台积电卖鱼翅 但是中芯最重要是煲好一款白粥 14亿人用 加上其他地区的人用 那就有钱赚了 好了 第二件事是疫苗的问题 疫苗的问题 其实一早都知道的 最早知道的是谁呢 就是辉瑞的CEO 在星期一那天 当日是星期一 他公布辉瑞研究了这件事 CEO那天 立刻沽了他手头上六成的股票 你想想 辉瑞当时 对不起 是沽了多少不是很清楚 辉瑞当时升了六成那么多 就是你如果作为做一个是掌头人 你对他有产品有信心的 你为什么要即时沽股票呢 其实他知道了 其实他知道了 辉瑞的产品 是需要很超低温的运输 只要低到多少 -70度和-70度 辉瑞 南极平均的低温 是-50多度而已 -70度和-90度是什么 只可以有一件事 在这个运输船上来说 是运雪糕的船就可以了 雪糕车都不行 那就产生了一个大问题 你一上岸 假设你用雪糕船运去 你一上岸之后 你接着怎么去呢 所以印度已经说 他用不到那只东西 英国也有医院 说他用不到那只东西 现在到今时今日 批数他自己出来说 我不是制造不了 不过我的运输 logistic后勤 是出现了 调配不到 这个问题 在辉瑞一出来之后 几天之内 已经写了一篇文 是说他的logistic 供应不到 因为要求供应东西 的运载气体 是很厉害的 当然 后来Mondana就说 他就不需要那么冷 可以用-20度都可以 那就好一点 但是Modana还没有得住 你辉瑞可以的话 你慢慢等 那中国的疫苗 需不需要那么多 那么低温呢 不需要 那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工艺的技术不同 做的方法不同 因此 很多人说 疫苗呢 今年年底可以打了 去到明年第一季就解决了 那我可以说 在当时好数之前已经说 就是疫苗的问题 你未去到明年年底 你也解决了 有足够的人去打疫苗 没有足够的人去打疫苗 你便产生了问题 怎样可以免疫呢 还有一件事 你1月1日打了疫苗之后 去到明年12月31日 很多人都在一起了 那你以为 你1月1日打的疫苗 还有没有效呢 据问 这个疫苗的免疫期 只有6个月 即是你1月1日打 你先头部队 然后你再继续等的话 去到6月30日 原来你已经 疫苗已经过了 没有了效用了 那全世界的人 还未打得齊 于是 你变成了等于 一个没有打过疫苗的人 怎样打呢 当然 这个股是疫苗 只要维持 6个月 是一个估计 不过 有个人是这样的估计 当然不是流亂的估计 是医学上的估计 那足以在这里看到 就是有一个问题 我看到有幅漫画 那幅漫画是怎样呢 就是在实验室里面的两个老鼠 老鼠A就问老鼠B 喂 你打了疫苗没有 那老鼠B就说 还未打啊 我们要什么打呢 因为不是我们去做白老鼠 是人类做白老鼠 等它打完之后先 的确是这样 因为美国的辉瑞也好 Modern也好 他们为了去争取时间 出籠 他们是漏了一个最重要的第三期的测验 那测验就是说 打了疫苗的人 是观察6个月 看看还有没有副作用 即是说 第一次第二次打了疫苗之后 有没有重大的副作用 都未知 若然如果有的话 那我想请问阿哥 你打不打呢 所以我真的看到那个漫画 我真的很好笑 因为第一次 原来辉瑞和Moderna 是拿人类来做白老鼠 不过这个我也不怪的 因为以前 中国明朝也好 清朝也好 中国的疫医 都是没有一个实验室 都不是找老鼠 来试药 而是找人来试药 就是因为中国是防疫 是找人来试药 因此中国经历了有看潮以来 350多次的瘟疫 我们都顶得信 因为真的有死过很多人 而得出的是防疫之风 不过美国现在 让他慢慢试做先 我当然也不希望他死人 因为这样对世界 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而打击最大的 就是股市 因此 昨天一说辉瑞说 供应logistic有问题 美股临未向 很简单 人们都认为 有疫苗就可以有到 经济复苏 现在疫苗供应不计 或者会有很多阻滞 疫苗的效用 那你怎么复苏呢 所以 这是今时的投资者 完全要留意的东西 亦都可以解释到 为什么香港的股票 这些旗子人士 真的很高超 他真是遭到这样的问题 于是 成在这里不动了 好了 大家看看恒生指数 期货12月这里 在期货这里 还在保利加通道的顶 顶着 不上不下 今天似乎有少少要回落 因为一路都说 267至270 是个重要的关键阻力位 而下面呢 就有265 是一个支持位 起这点 大家需要留意 265是什么 就是这条中族线 就是26482 不当是265 如果这里跌穿了之后 这个障碍是怎样呢 那就没关系 你一定要下来 下来要考虑清楚 因为这里是收窄了的 一再下来的话 这里会是爆炸性的 是列出去 那个是下跌的列口 再接着看看汇丰 汇丰近日很神勇 因为过去那五天 你会看到 哇 大手买的28% 散户 都是有30% 加起来就58% 加起来之后 都是40%多 因此 超越你这个角度 因此汇丰在升 但到今天呢 看看 至到今天11点钟 大户方面 大手沽出的 是有34% 跟之前过往5个月23% 是多了 买的大手义肉 是没有这么 好了 接着 这里的时之中 散户也不要理它了 因此 大家都知道 今天 那个汇丰这里 股价是应该有些收压 周线图上面 你看不到 回到日线图上面 看到有支阴烛 在这点也是 在这点 暂时目前在这个水平整固 应该有货的 继续持有 短线支持就是这个位置 匯豐还可以看上50元之后 当然 一时不注意的话 就下回来 40.5元的话 是需要考虑 是否需要 是要出波 今天 回封这里出了一支阴烛 是需要留意 依然出过阴烛 都会再下跌 出过阴烛 都会再下跌 当然 一下跌一点 要守住这个位置 接着有个盛司货柜 这是比较冷漠的东西 但我们看看 最近是否有很多 所谓的航运东西 都开始移动了 航运用拿包袋 运东西 是否需要用货柜 因此 货柜是可以想一想的 不过 由于盛司 是一些很小的东西 大户就没什么兴趣 全部来来去 就是散仔打散仔 今天的散仔 买入稍微多了一点 之前的散仔买入 就会少一点 过去五天是这样 今天就是这样 股价上面 在这点 它慢慢升了上来 去到这里 在这里 就是在冲 保力加通道的顶位 这点 我再讲一讲 给大家看看 恒生指数那里 这里是一个收拆了 之后 一冲了 上去上面 它就抹开了 上去 这里又是收拆了 即是冲了 之后它就跌下来 和恒生指数奇幅 是需要有一件事 要留意的 在这点 是日线图上 六个月的 你见到它 开始好 始终我相信 还未升完 还可以看下 上高一点 上高一点 有多少 看下 就是八毫半 八毫半是什么位 八毫半就是这些位 就是它之前的始终 起大上 是一月左右 跌下来的位 中芯国际 现时为止 是停了牌的 所以暂时 这里的可信性 不是那么大 让我回来之后再看 不过由于 是有很多 外国的投资者 持有了中芯国际 因为当时的股权结构 是邀请它来 以免给美国 说它是否能中国 中国的企业 只能现在 特朗普这样做 那批人 要不要移形换影 我不清楚 要看看它回来了 不不论如何都好 如果真正要移形 互影 很对不起 中芯国际 可能要落到14元 这个就是日线图 这个就是放大一点点的 如果没有特朗普 这件事 它应该可以开始上去 组织上去 有的话 没有拍子 作为做一个投资者 你有货的 当然就考虑 在君子不立危场之下 当然 你会说 不是啊 我正在亏 那便拗头 看看你自己怎么想 那便拗头 建策银行 一直以来 内银股 都备受追捧 过去的5天 你看到 大手买有41% 大手买有24% 散户是14% 14% 21% 23% 所以散户是不足以搞动的大局 问题在于 今天这个建设银行 稍为的 这个 过去5天的被资本 即是今天 大手买卖的 就缩了少少盘了 因此 建设银行 在这个星期 有少少 这几天 就见到有回下的迹象 那它回下的迹象 我觉得它会有整固的 最终 我觉得它也会上去 这个是 6.4那边 但短期 可能下来 下来是5.8 左右 所以在这点 即是5.8 是支持 因此 就需要 看一看 5.8在哪裏 大家通道的下足 这里 下足 接着 中石化油服 在这点 我们要看看 如果石油股等等 是真的复苏的话 其中一件事 就是石油的服务工业 是会好的 过去5天 有大户有散户都会有些 今天 大户都不见了 只剩下散户 剩下散户 打散户 50对50 在这点里面 当然 大家看到 升了上来之后 今天大户都缩了盘 剩下散户 起来就是 动来动去 跌下来又升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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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终是怎样呢 我始终觉得 慢慢地 石油的开彩 是将会要增加的 因此 它是有条件 是回去捡1元 这个位置 所以如果有朋友 是觉得想博下大户 不妨想想想 这件事 就是用大致上 一毫子多 看看你能否跌上去 信义能源 之前 所有玻璃业固 都认为是很好的 直至到 今天来说 你找到 大户又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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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为什么 会是起这点 大户又不见了 买 买 都两下 为什么呢 我怎么知道 为什么呢 不过 在一个股价上 告诉你 可能别人 派完货 开始下来 在这点 你看到 4.9 这里 就会下来 我会觉得 整整一下之后 还未完 这些东西 应该 大概4元 都顶着 又见到4.9 再见到4.9 可能就是一个 双顶的讯号 是需要大家 值得留意的 期指 今天下午 会不会是 再测下去 我个人的倾向看 是会的 再接着会试265 265 265 就真真正正正 不会塞 塞265 的话 下面就真正会 方塞塞 多谢大家